同学,我们上课了 我们上课了 如果是N个 我刚用N等二做例子 用N等二做例子 你这个写法 上面第一排都是EA 我现在用ABC 你数上是用E23 你们数上是用E23 我把它改成ABC 这样的话你们才不会 才不会E23跟这边的E23 把它混在一起 我这样写就告诉你们 这个编号 这个状态的编号 跟这个编号是不一样的 这样牵手吗 或者你可以这样写 把这个行跟对调 行跟对调也没关系 这样牵手吗 你行跟对调 行跟对调还是一样的 你可以第一排 那这个有名称 有个名称叫做Sletter 叫做Sletter的行列室 就这个叫Sletter行列室 那你们 我再跟你们提醒 书上这细码漏掉了 书上把这个细码 把那个自选那个部分漏掉了 你们把它补上去 对啊 刚刚想想 我前面那两个Tradical的例子 把那个行列室写错掉了 你们帮我检查一下看 那底下我跟你们介绍一个叫 交换能量码 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那个 两个例子的那个 波函数 也可以这样写 我们两个例子的波函数 也可以这样写 就是我们把怎么样 把自选部分跟空间部分把它分开来 前面是空间部分 然后后面的是自选部分 我这边是用这个不同符号表示 因为我这还叫书上符号了 但我说要换另外一个符号 所以我把那个空间部分 把它改成Phy了 那Phy就是这个 照我们刚刚的例子就是这 怀疑这个函数 就是说 这在什么情况下存在 就是说 自选 就是说 空间的Phy函数跟自选 没有交互作用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写 这边总共要反对称 所以它有两种清醒 一种清醒是这样 一种清醒是这对称的 这是反对称的 自选部分是反对称的 这边是对称的 或者 或者是怎么样 这边是对称的 这边是反对称的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电子 假设这是电子 对不对 我们用电子做例子的 那我们在讲那个电子自选的时候 就讲自选的时候 这边有两种清醒 这破案是怎么写 我们复习一下 根号二分之一 还继续的 一 或者我照你们书上用符号好了 然后再减掉 还继续的 这是自选反对称的部分 对称有三个 对称有三个 这种情形 这告诉我们说 phi 这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对称的 对称的话就不用这种情形 二分之一 然后u 然后1 a 我用alpha好了 然后 这个破案是必 这样才是对称 这是对应这个状态 然后这边呢 要注意 我这边写这边没有自选 自选在这里 自选在这里 我这边不包含自选 其实这里是行业式 我在想起来 我在讲两个破案这例子 我这边可能写错掉 你们把它改回去 我刚刚出去可能弄缩掉 上一节课讲的 我这边可能弄缩掉 我这边可能两个对掉 对 这边可能我写成1的样子 你们把它改过来 是不是写成1的 这边应该是2 或者这样写也可以 这样写或这样写都可以 你们把原先 有一个这样凑掉 你把它改过来 知道没有 你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写 你可以同一排都是 这一排是相同状态 等一下 我可能弄错掉 没有啊 这个是不同状态的啊 这α这一项是这一项嘛 这一项是这一项 这两个正会是0呢 没有啊 没有自旋啊 这两个是不同 这个跟这不同啊 对不对 这个状态是R 这状态是X2啊 不一样的 怎么样 自旋在这里啊 同学你知道 这个差别跟原先那个差别 小不小的 原先我是把自旋放在里头 原先把自旋放在里头 但这边是没有包括自旋 但我原先那个 为什么写错掉呢 因为我这边写成1了 这边写成2 把这两个对掉 我这两个对掉了 你们把它改过来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 OK OK 那么来看这两种情形 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OK 这样写法跟那个写法 你们猜会不会一样 刚刚我们是这样写的 我们就用Sleater行为是 就输上写法了 OK 我刚刚应该是写成这个 你把它改过改成这个 那我们来比较这两种情形 你把原先那个改回来 把它改成像这个 那我们现在来比较这两种情形 这个情形跟这个情形 也不一样 一样吗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我把自选所有可能自选考虑进去 会不会得到这几个 我把所有自选考虑进去 会不会跟这一组一样 有同学说会 对不对 还有没有同学有意见的 我们看这边总共是机动 假如是A跟B alpha比较是一样的话 对不对 alpha比较是一样 对不对 这边总共有几个状态 这边一个状态 对不对 这边有多少 有三个状态 所以总共是个状态 我们来看看这边 我们Sigma1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Sigma1 等于向上的话 我这样写的 然后Sigma2 对不对 我们会得到 我们右边会得到哪一个 我们把它带进去 就得到 跟它1分之1 然后U 对不对 U1alpha U1alpha 然后多少 这1嘛 所以1plus 对不对 然后1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再乘上 1 β对不对 然后再这个 Sigma2 Sigma2是这个 2 2这个 然后这多少 然后再减掉 U1 U1 然后1alpha 这是2的嘛 2是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 这是右边的哪一个 是右边哪一个 第一个吗 是这边第一个吗 你把这个 等于说把这个 乘到这边来 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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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到这边来 不一样 我把它改成正了就一样 我把它改成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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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把它正了 这个乘上 这个是不是可以提出来 这个是不是可以提出来 这个plus 等于 可以提出来 对不对 然后里头变成怎么样 所以是哪一项 假如正的话是哪一项 正的话是这一项 对不对 如果两个都是负的 是哪一项 负的是这一项 然后一正一负呢 一正一负是怎么样 是在中间的一项 对调的话是另外一项 我把刚刚的写下来 一正一负的话 你两个组合可以得到怎么样 得到这个 但这个永远得不到 我要讲的是 讲的意思是这个 你由这个行列是 永远得不到中间这 永远得不到这 哪一个 对就是说 像我刚举的例子 像这个清晰的话 我这个可以提出来 然后剩下这边 全部变空间部分 对 那轨道不应这一项 其实就是这 就是这一项 这没问题 两个都负的 两个都负的 就变成这个 也没有问题 一正一负的话 如果这边一正一负的话 就我刚刚写的这个 对 一正一负的话 是哪一个 是这个 没有没有这个 一正一负的话可以提出来 但不是那一项 不是那一项 我再讲一次 这个话 我得不到右边的 我这个话得不到右边的 但是另外还有一项是这个 这两个对调 这两个对调 你重新组合可以得到这 可以得到这上面这一项 你重新组合可以得到这一项 但你得不到 或者你们自己伸汗 怎么样 之前那最后的四个 对 就是如果阿法等于β的话 对 是不是它就等于 哪一个 就是正写棒的 这个阿法等于β怎么样 就等于 就是那个四个 对 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破坏数了 那这样 像我这课讲的 那个阿法 不是等于β 还要什么 百万人带出才会变得到一项相同 好 就是说 那时候再讲说 如果这个一样的话 相同的话 阿法 如果等于β的话 这是零 没有错啊 不相同的话 也就有这样 只要阿法等β就是零 哪一个 不会啊 这两个相同 一阿法 但这两个不一样啊 怎么会是零呢 你看你现在写了阿法 那什么 C跟B1 就是零 对 我们先把这拿掉 我这写 你说这两个一样 对不对 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不一样 对啊 你的意思是一样是吗 就是你上节课就说一样 对 如果这两个一样的话 如果这两个一样 就我刚刚也写过了 蛤 蛤 这样怎么会是零呢 我可以提出 我刚刚是这个情形嘛 这个变一对不对 那变一 一阿法 然后减掉 一阿法 这怎么会是零呢 蛤 怎么样 阿法等贝塔 对啊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 就不能阿法等贝塔啊 所以不能在同一个轨道啊 我刚刚是讲讲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一样的话 相同相同就都正都正的话 刚刚不可以提出来吗 好 那提出来的话这个怎么样 阿法如果不等贝塔的话 不会等于零啦 但如果阿法等贝塔的话 这两项就抵消掉了啊 所以是零啊 我们看你要不要花时间去把这个呈现下来 我们把这个好 我们把这个好 然后正负好 我们把两个函数都得到 那么看能不能凑成右边的好不好 OK好 我们看看 我把它写下来哈 这是第一项啊 正一这是 然后我们看 C1等于是 minus 就是说 一个是 1 minus 2 plus 这是 对调啦 这两个对调 我们得到这四值 这边都是符号 有没有问题 我们把这两个哈 我们把这两个相加 我们把这两个相加 会得到哪一个 会得到这个 如果把两个相减呢 有没有 把这两个相加 把这两个相加 我们会得到中间 得到中间这一个 但这个呢 这个我们能不能得到 得到 能不能得到这个 得到 得不到 那我们刚刚已经考虑所有情形了 刚刚我们这边已经考虑所有情况了 我们这边 两个都正的我们考虑了 对不对 两个都是负的我们也考虑了 一正一负的我们也都考虑了 一正一负的我们也都考虑了 相信什么 我们都考虑了对不对 那这种 这些情形我们得到怎么样 只得到这 得到这个 得不到这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要跟你讲 我刚刚也讲到这个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就是你得不到 就这边正的 但这边怎么样 我刚刚写 对 这边都是负的 这两个都是负的 这多少讲意思没有 我用这个行列式 对不对 我用这个行列式 我得不到这 这样听什么 所以用这种表述方法 跟行列式的表述方法 是有不同的 但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如果谈到分子的话 这是那个 轻分子 轻分子的供价 轻分子的供价间 要用这个描述的 轻分子的供价间 要用这个描述的 轻分子的供价间 所以这个基本上 有它的一些 就是用16公司 有它的限制 有它的限制 同学还没有问题 没有 我先 我先跟你们抱歉一下 因为我如果在写黑板 有时候我想太快 有时候都会写错掉 所以 在心里面包含 对 不过你们如果 你们如果解脱掉 你们跟我讲 同学还没问题 没有 我再讲一次 我为什么要讲这两个 我为什么要讲这两种情形 对不对 你们事实上是用这种情形 你们事实上就是这种情形 你们事实上就是这种情形 我跟你们讲这种情形 是要告诉你们说 告诉你们说 用行列式 没办法表达这个 没办法得到这个式子 这样坚持吗 但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一项是 当我们在谈那轻分子的时候 轻分子的 它的供价间 就是用这函数来描述的 这些现象 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物理现象 叫做交换能量 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讲这个 什么叫交换能量 我简单 我先今天 我明不过时间了 我把那个基本观念先告诉你们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说 在古典物理的里面 在电出学 你学电出学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电子 有一个电子 它的分布是这样子 第二个电子的分布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这两个电子之间的 彼此的酷仑排斥 酷仑排斥能量 是这样描述的 对 那这积分里头 包括两个一样 包括这两个位置坐标 要什么 要相等 就这积分 这积分包括 包括两个位置 就这个积分里头 然后我们知道 夫母等相等的时候 这夫母变成零 所以这个贡献怎么样 这贡献非常大 但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两个电子自选相同 我们刚刚是 我们刚刚是讲说 两个自选相同的话 两个自选相同 对不对 不能在 不能在同个怎么样 不能在同一个位置 还继续的 不能在同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表示说 这个地方的贡献 就怎么样 真正的情形 这地方没有贡献 这地方没有贡献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用古典物理来算的话 把这个能量算太大 太小 对 算太大了 因为这个积分里头 包括这两个 包括这个情形 但 包里原理告诉我们说 当两个电子 如果自选的话 它不能在同一个地方 还继续我们刚刚讲过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贡献怎么样 它算进去 但不应该 不应该包含这个了 所以我们把 用古典物理来算的话 把这个能量算太大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修正 这个修正就是交换能量 这样清楚吗 那这个能量是正来还是负的 是负的 那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下一次 我们把那个 这交换能量 把那个 柿子 把它写给你们